据第一财经,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 2024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数据显示,今年上半年,有10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万元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733元 以上年同期民意增长5.4% 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5.3% 分城相看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61元 以上年同期民意增长4.6% 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4.5%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72元 以上年同期民意增长6.8% 扣除价格因素,实际增长6.6% 分省份来看,今年上半年,共有10个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元 其中,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4735元 规矩第一 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084元 规矩第二 相对来说,其他省份与上海、北京均有较大差距 整体来看,上海和北京作为城市经济体 城镇话率高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 新兴产业 十分发达 总部经济突出 高新港贵突 吸引了大量人才急剧 居民的平均收入也高 例如,近年来 我国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 分别是信息团书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今乎是这些高收入行业最集中的地区